我們現在要上的是一個重點 但是很簡單 叫做針孔成像 針孔就是那個小小的洞 圖上面給你顯示了 那個光經過那個小洞 在後面成為一個導力的石像 這個叫做針孔成像 這種照相機叫做針孔照相機 不是那個現在來偷拍的那個針孔照相機 這是叫做原始的所謂的針孔照相機 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折射或什麼的 在產生的問題 它還在有一些別的狀況 當然我在跟你說 好,來針孔照相機 針孔成像 就像這樣子 這裡的重點叫做 你看到這個光是走直線的 所以從上面走到下面 從下面走到上面 所以成為一個導力的像 那我這裡寫個實像 實像是一個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實像就是光線實際匯聚所成的像 光線真的有到那裡 真的有在那邊匯聚 所以 如果你拿一張紙 那你擋得住 那會出現影像 你放了底片 底片會感光 你們現在的數位相機 這個距離如果比較遠 相機會怎樣 比較大嘛 向後車比較大 可是這一段的距離如果比較遠 如果是這個距離比較遠呢 相機會比較小 比較小 那麼偶爾會有人去問數學的計算 問你它多大多小 不過那理論上我們不太處理啦 那個要弄不到數學的相似三角形 那個應該現在還沒有交到的 OK 來做處理 那麼這個針孔抓傷機 你戳了一個洞 就會有一個光過去的就這麼一個像 那你戳兩個洞呢 就兩個像 戳三個這種三個像 可你戳了 戳了一坨拉股的洞呢 那就是每個像就疊在一起嘛 就會就會開始就會糊掉 看不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戳了個大洞會怎麼樣 就全部光都過去什麼像都 沒有 什麼樣的沒有 這就是我們後面要問的問題 請問你針統張昌基如果戳三個洞 那會有什麼結果 戳三個洞會有什麼結果 我剛剛才說過嘛 戳三個洞會怎樣 帥哥 九號 九號 戳三個洞會怎樣 有三個像請坐下戳三個洞就會有三個像 那如果戳一個大洞 一個大洞 好大一個洞 開的很大洞 那又會怎樣呢 如果開一個好大一個洞 又會怎樣呢 好 插大一個洞 我們找一位 二十五 好大個洞會怎樣 沒有成像就一圈亮亮的 大家都疊在一起 大家都是一圈亮亮的 就沒有成像 有針孔照相 然後呢 那這個 大小會怎麼樣 會受什麼的影響 大小會受什麼影響 我來說一個 說一個吧 我剛剛講到兩個 我答案那邊只有一個答案 但是我剛剛講到兩個 那你就講一個吧 會受到什麼控制什麼影響 Number one 一號 還會怎麼樣呢 不知道 我咧 你說 我剛剛講過 我剛開始 我剛開始 他會受到那個洞跟那個 尾巴那個成像位置的距離的影響 所以你的箱子如果越大 箱子如果越長 你後面成像就會怎麼樣 越大 還會受到那個 煮火跟洞的距離的影響 距離比較靠近相會大一點 距離比較遠相會小一點 這是指的是煮火跟洞的距離 但是我們通常問的是那個 箱子本身的長度 所以箱子如果越長 成像就會越大 這個知道可以了 我講過有人考計算 但是理論上現在不應該考 計算 理論上不應該考計算 好 所以就問了這一題 請問你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很簡單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剛剛講過 就是剛才講過的是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找一位帥哥男嗎 有帥哥男 24號 24號 你選出 很好 我們答案選的叫做 就剛剛跟你講過 如果一個大洞會怎麼樣 一個小洞一個巷 兩個小洞兩個巷 可是洞太多所有巷都疊在一塊 變大洞變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什麼都沒有了 太陽的量去什麼都沒有了 這叫做 真恐成像 真恐成像的重點 一 它會形成一個導力的實像 你要了解什麼叫做實像 光線實際匯聚所形成的像 二 真恐成像證明了什麼事情 證明了光會走直線 光會走直線 就是我們在真恐成像要學習的兩個重點 OK